焦點人物 綜藝天王吳宗憲 積極跨足電子業 但似乎狀況不斷 最近金船獨資成立的LED公司 三個月延遲發薪 無預警裁員 還欠員工半薪 公司財務吃緊 吳宗憲下午出面澄清 強調公司上半年有賺錢 裁員是成本考量 但也坦承 個人財務缺口很大 不願透露具體的數字 不改愛開玩笑的個性 吳宗憲終於出面 為自己的LED公司消毒 兩年前吳宗憲獨資成立的 阿爾法光子科技 現在被爆出 不但三個月來延遲發薪 還無預警裁員三分之一 甚至還欠員工半薪 勞工局已經要求一週內說明 吳宗憲則解釋 是因為生產機具還沒到位 不得已裁員 強調公司有賺錢 但吳宗憲大方承認 個人財務缺很大 我個人的調度 早在去年就是一個問題 對啊 因為媒體這樣講 你覺得你還會借錢給我嗎 有沒有缺口你有錢要借我嗎 對啊 記者當然沒錢借 但吳宗憲的愛圖周杰倫 三年前以三億元被賣掉 心結打不開 似乎也不打算 金元昔日老闆 首相執政三個節目 約收入四百多萬 還沒辦法填補資金缺口 儘管始終不透露到底缺多少 但吳宗憲強調必要時不排除 處理手頭上的不動產 絕對挺得過來 民視新聞張惠宇 觀眾朋友看到